好 我是小玲 今天會和大家做一個韓式炆牛仔骨 其實有時候想吃韓式牛肋骨 但牛肋骨要做很久 所以今天我就偷懶用了牛仔骨來代替做法 變得快漂亮 牛仔骨通常都不會買新鮮的 都是買急凍那些的 所以買回來就解凍它之後 就吸乾了一些脫水 然後我們就把它沿著骨位中間 通常就是三塊 我們就切開它 因為牛仔骨本身薄身很多 那比起如果你買過牛肋骨或者牛肋條 煮起來的時候就會快很多 而且不用炆很久 沿著骨位切好之後 放少許鹽和胡椒 醃一醃 那有時間就起碼讓它醃大概半個小時 讓它吸一吸那些味道 肉類其實吸了鹽 其實都會 會軟身一些 那因為那些蛋白質吸了鹽份的時候 其實那些蛋白質會有少少 然後切好那些肉 切好那些肉 我們就切好那些蔬菜 那今天就會有洋蔥 那些紅椒 那些紅蘿蔔 都可以的 我喜歡用紫色 因為做出來的那一碟 送個顏色更漂亮 顏色更漂亮 這樣就切大大塊 切件這樣就可以了 如果你是紅蘿蔔大條的 就一條過 如果是甘筍實細條的 就可能用幾條 斜切 切到它一塊塊 就好了 那這個鯉要削皮 那這個鯉要削皮 那還有一個紅椒 那切了它就去掉了一些螺 薑就切幾片 這些就用來起鑊的 喜歡吃薑的就切多幾片 要不然就一兩片就夠了 另外有些蒜頭就可以圓粒 預備好 那就可以起鑊 調大火 加少許油 油滾了夠熱了 我們可以放牛仔骨 逐片逐片來 那如果鑊不夠大 就可以分兩次 那這鑊夠熱才會有這個效果 就是放進去 它的面頭就很快煎到它 好像焦香那樣 如果不夠熱 放進去就好像 顏色不會轉的 那兩邊都煎到這個效果 就可以撕起了它 因為我們稍後還會用醬汁去煮炆 所以就不用煎到它太熟 好了 撈起了牛仔骨之後 那現在就可以保留著 大家先加小小隻鑊 加少許油 不用洗掉的 剛才有牛的味道 那趁鑊很熱的時候 我們就放薑下去 那些薑是要爆到它 好像炸脆了那樣才好吃的 好了 爆香了的薑 我們就放蒜頭下去 那就圓粒 接著就放洋蔥 洋蔥 剛才那些甘筍 洋蔥我剩下了一點 待會再放 紅椒快熟 所以也不用太早放熱 那現在呢 先兜一兜那些材料 讓它吸回那些 剛才的薑、蒜、牛肉 那些味道 可以放少許酒 炒到這樣 你看到洋蔥都開始熟透了 就可以放其他材料了 那現在才放 放那些紅椒 那我剛才剩下少許洋蔥 都可以現在放 為什麼剛才不一次過放光呢 因為 怕它煮到最後 怕它太軟 洋蔥全部都爛了 所以要留一點 現在才放 還有顏色會更好看 現在就再灑多一點酒 下剛才的牛肉 那現在呢 就可以下那個 糖色牛肉的醬了 那這個呢 也是買現成的就可以了 那這個呢 也是買現成的就可以了 兜一兜它 那可以調小火一點 那我們拿一個蓋子 蓋子 煮它大概15分鐘左右 那就可以了 煎肉就一定要大火一點 如果不然放下去 你做不到那個煎香的效果 燒熱一隻鍋 那些油滾才放下去 請訂閱我們的YouTube頻道 記得按一下小鈴鐺 晚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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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這個呢 現在我們要放下 這個可以收到